我们的东西还是利用这本书 这本书468招 不过你会发现光它 这个是它其中一题 就已经要讲很久 里面当然我前面一直强调 我们是因为它类别很多 可是我觉得常用的 大概我会把它举例出来 像我们是第六章里面的查阅 与参照函数这一张 所以如果你要找那个 你书里面讲 好像也有同学买这本书 你可以往下按照326 它实际上就是在 在这边吧 326这一题 当然相关的 有没有它这边有 这一题是它跟Column有关 不过我觉得它这一题不止Column 还有什么Small 可是Small它又是在 那个统计函数那一个类别 所以它是综合 也许它认为说 这个跟Column比较有关系 但是我反而觉得 它好像跟Index比较有关系 可能复合 里面它当然还有其他的函数 像Index 什么等等的 这边一堆 那如果想要多了解 工作里面又没有很多的 这种相关范例 你可以再从书里面取得 然后我们放在这边 寻找与参照 OK 那接下来的话 也许把那个刚刚的部分 变化题 改为Index 改为Index 怎么做 基本上呢 也许你可以把这个 Ctrl键按住 拖拉 然后把它改成什么 Index好了 这边的话呢 我就用 In Direct Indirect 来改一下 那改的方法 当然它的 这个步骤 其实到Small都一样 所以也许我们把它倒回来 到这边Small Small部分呢 都只有 那个后面Index 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把它 这个拖拉一个 然后把这边 把它贴上 Ctrl、Shift、加Enter 倒回来这边 OK 这个前面的 那如果我刚刚 不要用Index 我用Indirect的话 那有哪些地方 会需要做改变 那其实要解决一个问题 当然第一个 你还是要对那个函数 Indirect函数要熟悉 所以如果你对那个 那个不太记得的话 你可以这边插入函数 先看一下 那个 简式参照里面的Indirect 这个 它会跟你要什么 要 其实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 Reference Test 意思是说 如果你要抓的是 这个储存格好了 这个储存格 这个是什么 B2 所以你要在这边 输入B 2 记得前后加双引号给它 那A1这个位置不要变动 所以只要B2的一个自串 给它就可以了 特别主要是一个自串 B2给它 所以 如果我今天呢 取消一下 已经有2了 但是我少一个什么 少一个B 帮它补在前面 并且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自串 再配合Indirect OK 那这个的话呢 是什么 这个是 C2 这个变成 D2 A10类推了 OK 然后这边 E2 好 那A10类推 其他这边是 就是也是都B了 OK 这边都C OK 所以 其实 这个解法 很多 当然书里面 完全有同学是看书 不过书里面解的 我有时候是仅供参讨 那后来我都是 还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解 那我解 主要我觉得 你们 看书每个人都会 可是我觉得 最重要还是 你要有自己一套解法 而且要知道说 工作里面 绝对没有标准的 没有一个固定的流程 就是你要先思考说 怎么去利用函数 帮你解决问题 这才是重点 你效率才有办法提高 不然的话 以后即便学完 你还是不会用 那就麻烦了 所以最重要是 你要知道 Indirect里面 他会有这个需求 那我怎么把它变出来 所以你需要 第一个问题 如何产生 BCDE OK 那BCDE这个东西 如何跟他的列号 跟这样 跟他的蓝 因为你抓 如果你用Column抓的话 Column抓之后 他边是这个42 这边3 45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现在呢 如果用Column 刚刚那个函数 抓到的话呢 他就不会变成B 可是如果我要是B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基本上 我把这边先删掉一下 这边我如果改成BCDE的话 其实第一个插入函数 如果我用Column函数 如果我用Column函数 Column在 检视与参照 C开头了 OK Column 按个确定 他这边抓到是现在 他是在第7栏 到第10栏 有没有 那如果我要把它改成 BCDE的话 你该怎么做呢 这边你可能会需要 再跟那个前面我们讲过的 有一个是 ASCII 这个 那个内码表 内码表部分的话 应该还影响吗 A S C I I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B 抓到B 这个字元的话 那应该要 B那个字元的话 它是在内码表里面的 哪一个位置 各位可以看一下 B的话应该是在 A B 诶 有没有看到 对 66 那好第一个 我知道它的位置在66 第二个问题呢 我要如何抓到那个 那个那个字元 其实你就插入函数里面 这个时候用那个文字 前面好像有交过 诶 对这个 按确定 如果输入66的话 它会是B 对不对 那可是问题 我现在向右 它应该这个会坏 这个还是说B 为什么 可是我今天我希望 把66 放在这里 向右向下 它可以怎么样 产生BCDE的话 诶 那我第一个 我 就完成我要的 所以这边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把Column先剪下好了 外面再包一个什么 包一个那个 chap 然后把 Column先放进来 77 可是我今天呢 我要能够 如果加66一定会变成I了 所以这个时候 因为它本来有7了 所以加多少 加59就好了 有没有 59加上那个7的话 刚好是B 这时候你向右的话 BCDE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它这边 本来是第7栏 第8栏 第9栏 诶 有没有 好 那你有 所以关键就在这里 那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 这一个 哪一个栏 用那个chr函数 产生之后 再跟刚刚的small 串在一起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答案有点复杂 好 那我们来做一次 给各位看一下 把它再返回 刚刚这个small 怎么做呢 1把small再减下来 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 我们的这个参照 index index 里面 把这个东西 reference test 先产生什么 产生chr 哪一个呢 column column 小瓜糊 加上59 前瓜糊 好 这样的话 产生b了 后面呢 记得 串接哦 所以记得 你要把后面的东西 我要把 这个东西 跟后面的公式 串在一起 请你按一个什么 一个end end呢 后面呢 再把它 刚刚的东西贴上 记得这个end 很重要 这个贴上 你会发现呢 b1跟2就出来了 有没有发现 这个串接符号 一定要加 如果你没加的话 贴上他不会帮你加在一起 好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直接按确定 答案会不会出来了 chow ctrl 不是 这已经是正列了 我看一下 index还缺什么 chow 先抓到b了 然后end 后面的东西 b2 储存格 interact 可能刚刚是整个选举了 所以记得 就是只能游标确定是在某一个储存格上 因为他有时候会是整个范围 最后的话 ctrl shift 加enter 向右 向下 向右 向下 最后的话呢 ok了 因为我刚刚这样的状态 请记得 不要直接加 因为他被整个是正列的状态 所以 那最后在外面再包一个什么 减下 插入一个 那个逻辑里面的那个ifl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一样把这个公式贴上 然后如果有错误的话呢 就给他什么呢 这个了 多这个 ctrl shift 加enter 好 执行 这样的话呢 向右 向下 放开 ok这样的话就基本上完成 也可以用in the red完成 那关键的地方就是 一 熟悉这in the red 应该关键点在这里 一个chr 加上那个column 加59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那个 这个方式的话 基本上也也跟index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 反而好像不见得比较困难 我试一下 那也许